帶了金雲石 先出牌 燕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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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用完 禮手就放在這裡 難怪水晶幫不了你 水晶是需要消磁淨化和充電的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 看我幾千條影片 它會幫到你的 有位粉絲問我 Bio Sir 其實金雲石很多男士都很喜歡 那需不需要像我教的連結語連結了才帶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更好的方法 金雲石又名銀線石 你看到嗎 它很漂亮的銀色圈圈圈 很鮮明的 很多男士都受歡迎 很喜歡它 它的產地其中的地方就是埃及 埃及人亦叫它幸運之石 大家聽過名字 已經贏了 尤其是一些我想玩兩手的人都很喜歡它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再說一說呢 有時候如果男士的你喜歡賭回兩手 例如啤牌或者炒賣股票 或者六合彩馬仔 因為他很幸運 所以他又會受歡迎 不過有些技巧 你記住 如果你說是益賭博 玩兩手的時候 戴在左手 如果你想去婦女就戴在右手 OK 你也知道了 Pierre Sir 我自己炒賣就不多 不過我很感恩粉絲上來 聊聊聊聊聊 分享一下 原來金銀石發現有個竅門 他不是預望水晶 不需要去做連結 怎樣呢 今天跟大家又分享 就是戴之前 戴之前 不要這樣戴 未必會活動的 戴之前你放在掌心那裏 出一下他 出慶他 大概不用來半分鐘左右 不用太久 半分鐘 可能他有些暖流 開始有些暖流 沒那麼涼 接著你才戴 這樣好事就會發生 這些就是一個統計 大家告訴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知道 賭神在賭錢之前 要吃一塊朱古力才有好幾個靈感 如果你戴了金銀石 會不會各位觀眾 四條煙呢 咦 四條煙 我在玩坐大點